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就是要有錢 我是主持人小畢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吳月斬老師 在現場幫大家做解析 老師好 小畢好 各位股市同學們大家好 好我們今天要來講一個很有趣的主題 我自己身邊有非常多的人 他們對於就是怎麼樣看線 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看法 可是老師我們是不是最常聽到的 就是破季線走人這件事情 但老師今天要來告訴大家 這其實算是一個謬誤 長期以來認知上面的錯誤是這樣嗎 因為均線理論其實是最廣泛的 而且真的他很多人都會用 而且我覺得也很多人用得很好 所以說在這一塊我覺得 有一些事情有一些經驗或技巧 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我們這八個圈圈是傳統的說法 就叫格蘭第八大法則 那當然我們在運用啦 我們自己刪減 因為其實紅色都是他說可以買的買點 但其實我會去掉這一個 疊聲我不買 所以我們真的在買 還是做一個順勢交易的邏輯 所以在這個部分啊 第一個買點叫什麼 突破買 這個小必要記起來都要考你 突破買 對 然後第二個叫拉回買 拉回沒破 所以我們叫拉回買 對 然後第三個叫有跌破嘛 叫假跌破買 所以大概有這三種的買進的方式 一個是股價線 一個是所謂的均線 那怎麼樣來舉例呢 為什麼我會說 如果跌破季線坎的話 有可能你有時候就砍錯了 出錯股票 然後隔幾天再來萬坦 常常有這樣的狀況 我們就舉例來講好了 比方說好 像之前還蠻 那個時候元宇宙很盛行的宏達電 又或者是說 其實我們這個線是從2010年 然後到2011年的宏達電 當時他也是標翻天 那個時候就是股王一千三百塊的宏達電 為什麼老師會舉這樣的例子 來告訴我們 這個均線理論到底要怎麼樣運用 因為在上課的時候 以前上課我們都會找例子 就找例子找一找 發覺宏達電就是 完全就是教科書 所以我在想 雪紅姐姐是不是那時候上過課 所以就完全到這走 來我們看 這留下來的是季線 所以剛剛小畢有提到什麼均線季線 其實季線就是60MA 就是60日我們叫做一季嘛 然後所以說在這個季線 我們留下來這個季線對不對 那什麼時候可以買 我們是不是第一個 我們剛剛講什麼突破買 是不是這裡可以買 對 然後拉回買 是不是這裡可以買 對 對 那假跌破買 是不是這裡可以買 對 所以你看一路上去 是不是一路都有買點 一路都有買點 一路都有買點 然後到最上面 是不是跌破季線之後 去把它賣掉 那你這樣一路從多少錢 從400多塊 一路做到大概一千 一千一左右 一千一一千二左右 所以這件事情有沒有很困難 因為大部分投資人啊 我們在真的操作股票的時候 就是會有一個心態叫什麼 抓怕死啊放怕飛啊 這種心態 所以你有獲利的時候 其實你就很想要趕快實現它 其實這錯的 因為 股經中外的所有書籍都說 你要讓獲利自行的放大 所以像這種概念 那在這種狀況啊 我們就是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我覺得用均線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做法 嗯 我懂 因為呢 我又要來舉我朋友的例子了 他之前買了一檔股票 買了A好了 他就每天 雖然他報了成本 我覺得不算太高 也就是他不是追高去買的 可是他每天都在問我說 什麼時候要賣 什麼時候要賣 因為他覺得現在的盤很不穩 萬一沒賣 哪天突然跌下來 所以均線 除了告訴你什麼時候可以買 是不是賣也是一個很重要 就沿著你相關 每個股性不一樣的線 來去做就好了 對沒錯 所以均線就最簡單的好處 就是他告訴你一個真實在的價格 所以你不要用靠感覺 因為我們正常的狀況 就是真的你漲5%10% 有些人就朋友就跟你講 不要再貪心 後面給別人賺 結果你賺了10% 後面100%都給別人賺 我們常遇到這種狀況 所以均線的好處就是這樣 這一個圖我就特別把 這個一樣 剛剛這個顏色都是季線 然後特別把10日 5日 20都加進去 所以短中長期我都放進來 這個部分你看 他一個趨勢 大學光是做什麼的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其實就是大學眼科 像我自己有雷射 我也是去大學 對大學眼科雷射 我是07年我就雷射 所以在 我發覺啊 現在什麼平板手機一大堆 越來越多人是 就是每天在看嘛 那近視人口是不是越來越多 這必然的嘛 對 大家愛漂亮 或者是為了方便 因為我覺得很神奇 我在雷射玩隔天 我就覺得天啊 世界都變了有沒有 重現光明的感覺 真的真的 因為有600多度啊 你不戴眼鏡真的看不到 所以說 那後來我就發覺 在前幾年就發覺 好像看起來 他整個基本面都在上升 所以為什麼我們常會講 那個像小畢提到的季線 因為季線 我們回到基本面的思考 就是都是季報嘛 我們都是用季報 去做公佈 整個基本面的訊息 所以我覺得依照一個季線 通常很容易有一大波的行情 那我們看這個圖 其實你看 剛剛一樣 漲上來是不是在這邊可以買 對不對 那一路以來他都跟著誰走 其實都跌到季線往上嘛 但這一段飆漲他怎麼走 來他是不是沿著這一條 沿著時日線 對 是不是沿著時日線走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一波一波 慢慢做 然後這裡是不是靠近了 靠近季線 對不對 那這裡 均線是不是有一個下彎的狀況 又漲上去 你是不是又可以再做下一波 所以說均線啊 他可以用不同的週期 不同的週期來告訴你說 每一個階段你可以怎麼做 那很多時候 大家賣掉股票 通常都會怎麼樣 心理價格已經放在那裡了 對 所以他不會不敢再買 他覺得我當時我買一百塊 對 一百二我絕不買 為什麼 因為我買過一百塊 對 沒錯 所以心理都是這樣 對 所以這個是很 其實很錯誤啦 就是定毛效應嘛 你心理已經把價格就設定在那裡了 這個是買衣服有沒有 我們講同一件襯衫好了 在第一家店一千塊 第二家店九百塊 你就一定買第二家 我一定買便宜的嘛 一定嘛 因為同樣的東西這叫消費行為 對 但是我們在市場 我們講的這種 我們叫做投資的行為 或者是交易的行為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一定要告訴他 我們有客觀的標準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運作 我們現在這樣看的啊 都是沿著季線對不對 有沒有不是沿著季線的 所以我們要告訴大家 不見得所有的股票都是 沿著季線來做 你就會賺到錢 或者是你可以來做個獲利了結 對不對 有沒有哪些例子是告訴大家說 其實不是只有季線 很多的股票特性 他可能是沿著五日線 十日線 甚至是月線 來去做跌破 看是要買還是要賣對不對 有沒有哪些例子是這樣 所以我們講第一個啊 第一個重點 像這一章我們提到 我們第一個要判斷 是多頭空頭嘛 因為我們買股票 是不是一定要做多 對 做多的股票 所以第一個我們一定要買在 多頭的股票裡面 那怎麼叫多頭 這個簡單 一個兩個條件 我們來做篩選 第一個叫做季線向上 然後再來 價格在季線之上 其實你就記得這兩點 這就很簡單吧 對 對 你就是線畫出來 然後這個價格 有沒有在季線上面 季線有沒有往上走 其實就這樣 那在這種狀況 再回到小畢剛剛提到的 我們怎麼找到小波段 10日 20日 這種的操作 甚至5日 對不對 像我們最近有遇到什麼 5日標股嘛 對不對 對 東檢最近也飆翻啊 東檢飆翻天了 對 昨天那個 東檢我還可以再 待會再講一個故事給你 好 我們再往下走 好 東檢的故事嗎 這張就是東檢了 老師有什麼故事 這個東檢 東檢是這樣 就是其實這一天啊 這個大黑K這一天 對 K棒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看 這一天意思是說 開在這個高的位置 然後往上走 所以當天還漲了5%多 我表妹就賴我 因為他最近也很沉迷股票 他就賴我說 欸哥 那個我有一個 那個東檢 1708東檢 他說你有研究嗎 我說有啊 我在報紙上還有推薦啊這樣 然後他說 欸那這樣子 我要不要賣一趟這樣 我就說 有什麼好賣的 因為是不是都在均線之上 對 是不是你就不會賣嘛 我就說 不用不用不用賣 當天馬上殺下來打臉 所以後面這兩天 他在賴我就不回他 對 就假裝沒有看到這樣 但是你看喔 我們回過頭來 這個整個角度啊 他是不是走在十日線上 這叫十日線嘛 對 綠色這一條 你看五日線 他在這一段啊 我們可以怎麼操作 來 小畢都考你了 有 我們是不是怎麼樣 突破買 哪裡有突破 這邊有突破 這邊有站上嘛 當然這很前面的嘛 對不對 但這一段是不是 整個都是記線向上 對 對不對 那拉回 這裡是不是假跌破 是不是又站回來 這裡是不是又可以買 對 對不對 那這裡是不是跌破了 對 這裡是不是又站回來 對 所以假設你在這一天買 你是不是剛好買到最好的點 嗯 買完就飆了嘛 我們建構多頭的邏輯 是不是記線向上 價格在記線之上 嗯 所以這是符合我們進場的邏輯 就第一個篩選的條件 對 他符合了嘛 那在這個條件之下 我們就要選擇他有哪個慣性 對 他的慣性 我們後面這一段不看的話 他前面啊 其實看起來是不是好像沿著十日均線 打下來就拉上去 對 打下來就拉上去嘛 對 對不對 但是有些像後面的例子 就會用月線 所以這代表一些個性 對 我們講股票是有個性的 沒錯 五日線 五日線就是標股 標股的特性就是沿著五日線 來做一個往上的拉伸 然後十日線二十日線 當然越來越穩定嘛 所以有一些大概 我們會講一些基本面 比較穩健的公司啦 我自己心裡的經驗 譬如說 你的月營收成長率 大概落在30%左右 像這一種的公司 通常也不見得會飆 像下一檔的 剩意就有點像這種狀況 對 它就是 營收大概維持在30%左右的成長 但是它一路上升的過程 它就是 漲不停 但是不漲低 喔 每天漲 但是沒有一根拉上去 讓你很High這樣 對 就是你沒有熱情嘛 我們剛剛講 標股就是 很爽很開心這樣 對對對 但是像這種股票 你看一路上來 這個階段 這個時間點發生什麼事情 三幅畫在每天在拉 垂直 垂直起飛有沒有 結果它長這樣 你會覺得說 早上我就買三幅畫 會 一定會有效 但是問題是你看喔 這一段 這時候我在這邊附近推薦的嘛 你說到現在 其實 這一段150 150左右 到現在230左右 其實也漲80塊 也漲50% 你說真的也漲不少 但是你看到三幅畫 你是不是心裡就很開心 對對對 但是這種狀況就會怎麼樣 你看它是不是沿著什麼線 對我剛剛正想問 它這樣算是沿著月線走 還是沿著時日線啊 它這樣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喔 你看 通常五日線它是不是 價格就會一直上下 對 對你是不是每天就會 又跌破五日線了 我要買 因為很容易跌破 對又站上了 我要買回來 就會遇到這種狀況 但是你可以找一個安全的嘛 你是不是用月線 嗯 對它站上月線 然後這裡去做埋進 對 然後一路上有沒有跌破 那你是不是就一路 抱到這裡來 然後在均線的用法 你還可以怎麼使用呢 譬如說有不同的位階 你二十日往上一層 是不是十日 對不對 所以你建倉了之後啊 你是不是可以跌破十日 去做一個 加碼 減碼 減碼 對 你就可以獲利了結嘛 因為你錢拿回口袋 你心就安啊 如果真的又站上十字線 你是不是再加回去 或者是你就不加等 貨利再拉開 你再來找機會再來買 或者是你就都不買 就一路再等到跌破二十日 對 類似這樣的操作啊 我覺得就是很簡單 你就每天起來就是看 看一下那個 你的均線到底有沒有跌破 你的手機設一下嘛 因為每天均線都會變動 如果你是早上起來 欸 設一下說 今天均線在 均線在哪裡 對 然後設一下那個 警示 對 那你就不用看盤了 金控是不是也是可以靠著 這種均線來去做 因為很多人買金控都是無腦買嘛 就是反正它逢跌我就買 然後我就把它當作是要陪伴我這一輩子的一檔股票啦 人家說存股存金控嘛 可是老師今天有舉例在 金融股的部分 所以金融股也會靠著均線來做買賣嗎 均線的部分其實就是一個趨勢盤 對 其實我們過去看很多 金融股啊 特別像趙風金 我們常算啊 我們就會算 基本上你每次回頭去推它的那個 那個殖利率 大概都5% 就它長年就5% 不管它價格到怎樣 它就會配5% 所以從過去可能配1.4% 到後來配1.7% 今年可能預計1.6% 但是我估計明年也許配2塊 它的價格就是沿著那個一直走 所以它沒有一個趨勢性 那為什麼會舉中信金這個例子 因為其實我們在台灣的金融股裡面啊 你說中信金啊富邦金國泰金 這些我覺得會比較有價差的波動 當然開發金我自己很喜歡啊 因為我覺得它 很有爆比較有爆發力 對比較有感一點 對比較有感 那時候節目上有聊過嘛 對 所以 但是像這種為什麼會舉這個例子 因為 我們要舉一些穩定的 真的也可以用均線來操作 是 你像中信金這一種 可以說是比較大牛型的股票 它在這整個上升的過程 是不是也都沿著月線 對不對 沿著月線 這就很清楚嘛 桃紅色的 對 沿著月線上去 嗯 所以像剛剛聖一 我們剛剛講 東減是很標 對 短線很標 所以沿無日線 對 聖一是很穩健的成長 所以它沿十日線 那像中信金它有一個趨勢性 它沿著月線 但是它們的共通點 都是在季線之上 所以大家在選擇股票的時候啊 你到底是什麼個性 你是喜歡追標股 還是說你想要穩健成長型 還是你說真的就是 緩步成長也OK的 你就可以用 你找出你自己選擇 找出你自己適合的股票 OK 今天感謝老師帶給我們均線理論 也就是不是破季線走 或者是季線要碰到之後 我才能來買對不對 這個買賣裡面有非常多的眉感 那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都歡迎在下方的留言區 多多的跟我們來做互動 還要記得幫我們的新影片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謝謝老師謝謝大家 我們下一集再見了 拜拜